再来三分钟 鸦片战争到底是咋回事 前几天 有个香港教师在网课上 美化鸦片战争中的英国 竟然声称 英国是为了帮中国进鸦片 才发动的战争 听到这番言论 累累只是想说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耗颜无耻之人 鸦片战争的背景 是英国向中国走私了大量鸦片 当时吸鸦片的中国人 起码有两百万 吸食者的呼吸免疫系统被抑制 大部分都是面黄肌瘦 经常会昏迷抽搐 严重者甚至会直接死亡 而因为交易鸦片 中国每年外流的白银 高达六百万粮 鸦片的进入还冲进了农业 很多农民不种粮食 该种暴利的鸦片 就拿安徽来说 举估计最高石油 四分之一的耕地都在种鸦片 一个原本的产粮大绳 居然要面临粮食危机了 意识到危险后 清政府开始禁烟 于是就有了著名的虎门硝烟 这种害人的东西 一块都不取留 英国人在财路被断后 气急败坏 于是在1840年 发动了这场鸦片战争 所以明明英国 才是卖鸦片的元凶 中国才是进鸦片的一方 怎么到某些人嘴里 就贼喊捉贼 变成了是英国帮中国禁烟呢 这要创改历史的人 真的配当老师吗